哈囉 各位 還記得我們上一集的 貴旗小千 貴旗開箱嗎 我們今天來到了下集 一樣是我們的廚房小物 看這衣服很明顯就是 同一天拍上下集 究竟我們這四樣東西 開箱起來的狀況 會不會跟上一次一樣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先把它先移走 然後現在很 很鋸耶 這麼鋸的東西 那我們先喝杯 喝杯咖啡壓壓筋 我看一下這個 107塊 身為一個熱愛大蒜之人 吃什麼東西無蒜不歡的人 究竟這個 大蒜去殼機107塊兩入 它好不好 喔 它還送我一個東西呢 就是蛇耶 它是射擊咒物 為什麼 我真的很喜歡 它很喜歡上次開箱的東西 你們覺得要詛咒還是什麼 對啊 這看起來不吉祥耶 沒有啦 對不起… 我們不能這樣子 這個它送的是 台灣熱賣手工編織本命年 轉運12生肖紅繩手煉 學生男女情侶款手繩手飾品 看你可不可以參加大西亞時代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多功能衛生刨蒜器 那我們的蒜頭說來就來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也有實驗精神 我們先來洗一下它 因為畢竟我這人愛蒜頭 買了蒜頭就是要吃 OK 為了實驗就把這些 食材給它容易掉了 這應該是長期剝蒜的人才需要吧 因為它這個 它要彎成你手的形狀 你要透在大門紙上 這樣子 這樣之後呢 拿一顆蒜頭起來 把它刨開 小心喔 這很危險耶 真的喔 這個好危險喔 有了 它可以刨開但是 欸 這不行耶 這會死耶 會把自己的手指掉下來 對啊 這個會刮到自己的手啊 這不行耶 這可以50幾塊 對啊 還不如菜刀拍一拍 你還在那邊彎來彎去 因為它這個很講究力道 你有點太大力上面就會有一些刮痕 我就覺得這樣好像不是 你就菜刀敲一敲還比較快 來 我現在給它的評分 這個呢 不及格 滿分10分我給它0分 我覺得它 它連1分都不行耶 很想要這樣子 還有噴嚼 這不行 這不可以 這不可以 泡絲神器309塊 這比我們上一集最貴的276塊 還要貴 我們來看它多深 打開是英文的感覺很厲害耶 為什麼耶 錢歸 它是我一個金錢歸耶 好吉祥喔 它這個長相滿神奇的耶 它這個裡面有刀片給你們看一下 有點像那個我們那個剉槍的那個刀片 然後這個是可以 可以拔開的吧 它看起來應該是可以拔開的 對 拔開然後 這樣插著之後壓 我們來試試看 這感覺應該會滿成功的 好 我們接下來來刨小黃瓜試試看 欸 那我們的絲呢 有啦 有一點點絲的感覺 但是我為什麼不買那種平板的剉槍就好了 這個 有爛掉耶 有沒有剝勒 菜刀 我們剛剛煮完 沒有東西 這樣子 應該可以 有嗎… 喔 有啦 有絲啦 有絲 那我現在再空轉了 看起來很可憐 一直掉一些小屑屑下來 欸 這個 這個我不會買 你說它評價很好吃 欸 可是它轉起來很漂亮耶 有黏潤的感覺 以心 它應該真的是寶櫛瓜 對 以心為不及 這個的話我不會回購 我也不會買它耶 然後因為塑膠感太重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總覺得 它…我覺得它實用性不高 好 我們接下來下一樣 我們的怪物調理料理機 這名字聽起來非常的厲害 盒子看起來也很秋 而且它今天是看起來包裝比較有質感的 雖然說它看起來摔得破破爛爛的 欸 它打開它刀面鋪超多種的耶 你看 你看 它刀片的種類超多耶 欸 也沒有超多 這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這兩個是一樣的 Oh wow 它看起來很厲害耶 好 那我們來主動它喔 首先我們應該先把它裝上去 應該是這樣子的 是嗎 我們現在來把它刨濕喔 有耶 有嗎… 有喔… 哇 它成功耶 太兇耶 而且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它就爆弓切才神奇 爆 欸 它什麼都送出1700多塊 可以耶 真的很強耶 直接另外一種喔 另外一個刀片 我們剛剛是紅蘿蔔嘛 然後我們現在換小黃瓜 我來囉 小黃瓜 欸 小黃瓜也是濕耶 喔 好… 哇… 你有看到嗎 炫風式… 有 有扁濕感 哇 這削一…這削一根 好好玩喔 欸 這很好玩耶 是不是不錯 可是這我不會買耶 好玩而已 好玩 但我不會買耶 因為它的材料不是很好 塑膠塑膠 然後你在換刀片的時候 其實有點小危險 好 來 我們來感受一下這個切片喔 有很美耶 而且它切的片超薄耶 好累喔 好癢喔 反正洋芋片很癢育耶 這可以用馬鈴薯自己做洋芋片 對啊 可是這個刀片切馬鈴薯都要好不好切 欸 這個 我雖然不會買它 但是我很推薦 大家如果想要玩一些廚房小遊戲啊 什麼廚房 廚藝真的很不好 刨屍真的很不厲害 真的可以買來試試看 但我自己個人不是不會買啦 因為我覺得它組裝起來 也有點麻煩之外 我覺得它每次用 我都覺得它快要解體了 我們下一個東西很不得了 是我們目前開的箱怪奇小千 怪奇小物 目前最貴的 1600多塊的這個 很貴對不對 這個是1610塊 它叫做蔬果切片機 我們要好好對待它 因為它很貴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輕輕的開它 Danger Danger 好像也很好 它很大耶 等一下 我聽到了 我聽到可怕的聲音嗎 不是 這個現在是 哇 OK OK 今天快要專業 拍起來… professional understand understand 你們不覺得要怎麼比剛剛陽春嗎 我們沒有把底座裝上去 因為我們這個桌子是木頭的 所以裝上去它一樣會晃 那我陶檸檬試試看 1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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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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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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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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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爽感很夠 可是我比較喜歡剛剛刨絲神器那個 這個就 怪奇小間 怪奇 怪奇小物的開箱就到這 然後大家看完有想要買什麼東西 入手的回家試試看嗎 我跟大家說 大家買回去的時候要注意刀片 因為這個每一個刀片 它其實都滿危險的 就有點像那種菜刀 它就很赤裸裸在那邊 所以大家在使用上要非常的小心 你知道嗎 然後今天這幾個下來 我個人其實都不會買 我覺得最荒唐的是那個撥蒜神器 可是因為它很便宜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是買失敗就算了 可是這個我就覺得它1000多塊 它就這樣的功能耶 然後就又很塑膠 我自己就沒有很喜歡 大家以前有買過 或是最近有買什麼 很神奇的怪奇的廚房小物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大家感謝大家看我們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我不懂耶 我不懂耶 我的層都爛掉了 我來幫你們炒菜 好玩喔 我會想笑 怎麼看 我會看到 裸減 飛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